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有我王洋达和Ivan 大家給點反應 看看節目有沒有出到街 看不看得到、聽不聽到 收到課金 太子的課金 188元 188元是同一條課金 是的 請老闆代上香 謝拜太子 待會幫你上香 那大家看看 有沒有反應 看不看得到、聽不聽到 有人說音樂可以 其他人呢?其他人都給點反應 這次講什麼呢? 這次講一下日本 講一下日本的經濟狀況 相信很多人都 這段時間 過去一年都有去日本旅行 受惠於日圓的 幣值低迷 應該大家 大家都 去日本都會覺得 所有東西都很便宜 事實上是很便宜 其實各方面都便宜 不只是幣值便宜 本身 本身 因為他還未習慣通脹 其實那個通脹 已經存在 但問題是當地人 那些人還未習慣通脹 什麼叫做人未習慣通脹呢? 就是他們不太接受到加價 他面對加價這些事情 整體消費市場的 價格敏感度 是非常之高 很高 因為他的價格敏感度很高 所以 價格不太容易 然後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他 很多消費 飲食、零售等 都維持在一個 很低的價格 相對低的價格 再加上Yen 跌得這麼厲害 就變得很低 好了 這個 但是 大家去日本旅遊 很划算 但是 很多人去旅行 香港旅遊業 叫苦連天 香港旅遊業 叫苦連天 但是日本旅遊 也是叫苦連天 怎麼叫苦連天 就是太多了 太多了 久不久都會看到新聞 說一些 關於所謂的旅遊公害 是多的 是多的 但是賺到的錢 是不是又說真的很多呢? 應該都是 旅遊收益 應該都是大的 但是 它 因為很便宜 始終的東西都是很便宜 這樣 那 那 現在就開始 現在就有個 就是 因為你 你 很多人來 但是你又 賺不到 你又賺不到 很 你斷人頭計 其實也有些 很多店舖也說 做不到這麼多生意 你舖位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彈性的上限 店舖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於是 你十個位 就是十個位 滿了你就滿了 還有 另外一個話題 我之前也說過 你知道日本的餐廳 他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 以餐廳為例 就算他 他不是滿座 外面也會排隊的 他就是 因為他的接待能力 上限 他就不放人進來 又或者那些 還沒收拾桌子 或者廚房 有些什麼 他就已經 接待極有限 很多時候他排長龍 排長龍 照計算是好生意 但是排長龍 其實裡面是沒有用盡的 這個我之前已經說過 為什麼 你們聽到之前的節目 那麼 這個 很多 變成 覺得 好像 沒有辦法 賺足 沒有辦法 賺盡 於是 現在 有些餐廳 或者 有些 最主要都是餐廳 就開始想 在一些 餐廳的景點區 推出一件事 叫做雙重價格制 所以 希望 將 將 成本 轉到 遊客身上 但是 不想將 通脹壓力 轉介 在日本 本土國民 這樣 這個 就 這個 就等於 遊客來到 比較多 本地人 比較少 就想用一個這樣的制度 其實這件事 本身 已經是一些旅遊地區 京都 那些 京都有很多遊客 首先 譬如在京都 來講 京都人 特別是覺得 旅遊公害很巨大 因為有這麼多人 而京都人 又 很 很 怎麼說 他們又 很 很 就是 對於 潔淨 整理 那些 很執迷 那麼多遊客 這樣 會否搞到到 垃圾 之前有人拍過 譬如在 奇緣 四條 已經堆到 整條街都是垃圾 這樣 那 我相信 我看到網上拍的照片 我相信應該是 早上收垃圾之前拍的照片 因為我自己實測過幾次 我就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就真的說 一街都是垃圾 但是 你說 會不會多了 有地方 有地方 稍微髒一點 可能是有的 那 其實是等於劏客 我們一般理解 如果我們去到一間餐廳 你會看到它有兩個餐牌 它就等於劏客 其實這些劏客行為 其實已經出現了 已經出現了 已經出現了 在某些店鋪 已經是會有的 如果你是不懂日文的話 你拿日文man這個價錢 和英文man這個價錢 是會不同的 英文man會比較貴 但是不是很多 而且那些 他們也不把這些店鋪 其實這些是鬼祟的店鋪 這些就不是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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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一個正規的做法 就算在業界眼中 都會覺得 你這樣兩個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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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錢 那就是 所謂的 各遊客糾菜 那樣 你有什麼意見? 其實你可以說一下 你做節目的時候 是 你做節目其實是可以發聲的 你知道嗎? OK 譬如見到我滲鼻涕 在喝水的時候 據說好像很多 丟垃圾的人 都是日本人自己想的 我看到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因為日本人 我懷疑你夠說 我懷疑你夠說 這個說法飄來 你幹嘛? 你幹嘛靜默了? 是 我看到有說法 就是 有時候 部分日本人都會 隨地扔垃圾 但是 有些相片拍出來 大家看到的相片 就會覺得一定是有限的 這樣 兩個價格 當然 當然 會被人說是 劏遊客 這種 其實之前不知道哪個節目都說過 好像《淡仔》也說過 有些店舖 會這樣居客 就是 日文一個菜單 英文一個菜單 不同價錢 但是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是 開始就是 想將這件事 正規化 還有就是 希望 將那件事 變成一個 就是 法律列明 就是列明了 就是它是沒有法律責任的 就是將那件事 因為如果你這樣 有兩個價錢 或者看到某些人才 拿一個 另一個價錢出來 那當然是有法律責任 這樣 就不是明馬實價 這樣 但是他們現在 就希望 說 列明 列明 就是說 遊客 雖然不知道遊客的定義是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赤旅遊證件 還是什麼 這樣 這個就很搞笑 因為 一般買東西之所以會赤旅遊證件 就是因為有退稅才會赤旅遊證件 也就是說大家會出示旅遊證件 是因為 我出示旅遊證件有好處的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又不知道怎樣 又不知道怎樣去定義 如果我沒有好處 我就不會出示旅遊證件 因為你退稅我才會出示旅遊證件 沒有退稅的 我說我出示旅遊證件 我會貴了 那我就沒有理由出示 那又沒有理由 又沒有理由反過來 就是要出示日本身份證 就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你出街不會帶身份證的 在日本 日本是沒有的 日本不是香港的 其實這個世界很少地方 會像香港那樣 是要帶身份證出街的 這樣就不完蛋了 這樣就無端端不會帶 不會帶證明文件 證明自己是本地人的 對不對 那麼 所以到了最後 很可能 都只是 應該就是日文 menu 或者是英文 menu 或者是中文 menu 這個又應該難… 但難度又應該不是很大的 因為你要看… 或者你要用日文點餐 你要用日文點餐 但是你… 你會不會看餐牌 那現在沒有人不會看日文的餐牌 你現在是Google Translate 你一定看得到的 那… 只不過… 如果你說要… 下單 你說下單 你說要用日文下單 但是很多都是這樣點的 或者… 可能就是… 如果你用機點那些地方 就沒辦法收兩個假 要侍應過來 你要用… 開口說下單 就收了 好了 那麼… 總之就是 現在就上窗這件事 就是… 原本那些就是 之前的老鼠店做的 就是說 擺兩個 menu 收了一個 menu 給你英文的 menu 這樣 但是現在就想把那件事情正規化 先估物論 先估物論是… 做不做到 但是呢 就是… 似乎… 呃… 呃…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沒有調查 但是我估計 應該大家都會想做 他會想做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會想做的原因是… 呃… 就是… 譬如… 有些報道也有說 就是說 譬如… 如果… 如果是… 就是… 譬如這個這樣的… 和民 這個日本大營連鎖餐飲 和民的社長 這個這樣的道邊美術就說了 他就說 就是… 如果… 譬如… 一個和牛串 那樣 一個和牛的燒烤串 那樣 他在日本 你絕對不可能賣到三千日圓 就是你和牛烤肉串 那樣 你三千日圓 那… 你沒辦法的嘛 但是… 對於… 來日本旅客來說 就相對可能是便宜的 不…那三千日圓 我都覺得便宜的 一百多元 那你一百多元 吃個烤肉串 那樣 又或者… 又或者… 譬如… 有沒有其他的例子 譬如… 海膽丹 海膽飯 那樣 如果是… 一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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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海膽丹 那就是… 這個這樣的… 港幣四百多元 那… 這些… 如果… 如果遊客 如果吃到一個漂亮的海膽丹 那五百元是應該會給的 就是四百多元港幣這樣 一萬日圓這樣 那是應該… 其實你稍微便宜一點 你稍微便宜一點 譬如… 八千日圓就一定會給的 如果八千日圓 一個漂亮的海膽丹 你一定會給的 但是… 但是… 日本人一定不給的 因為他… 日本那個… 那個… 那個… 是… 一個… 即是他不可能接受到這個價錢 以及… 以及… 日本人的生活指數 追不… 即是他的消費能力 追不到這個生活指數 這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會覺得… 就是… 那個… 大量旅客湧進來日本 而且是持續的 大量旅客湧進來日本 他也看到旅客的消費能力是高的 旅客… 即不是全部 即是部分 即譬如香港的旅客 或者是… 主要的香港旅客 香港旅客是花特別多錢的 香港旅客去到日本是豪的 但不是說… 不是說… 不是說每個旅客去都會豪邁地去花費 因為譬如… 即是… 即是… 在日本呢 其實是很多韓國的旅客 韓國旅客是花很少錢的 韓國旅客是窮遊日本的 因為韓國人… 即是本身他的紫水的問題 也都不是… 即是… 即是紫水的問題 即是他們也不是特別說… 有一個高的購買力 另外就是… 日本經濟是不好的嘛 又… 又窮的嘛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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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想說呢 很多店舖呢 它都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通脹壓力很大 那麼它其實是很想加價 即是那個不是… 那不是… 那不是… 其實我明白他們的心態 它其實很想加價 那麼它看到大排長龍 它就是加價 它看到… 很多… 周街都是人 也都… 你覺得生意額 是… 都挺負荷的 那麼就加了 那麼就想加了 那麼這很正常 對不對 你生意很好了 排長龍了 那麼你就想加價 但是他們不想加價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正常其實就加了 即是有些地方都加了 京都有些地方都加了 但是有很多都不加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很不想自己的店舖 變成了只做遊客生意的店舖 因為如果你的店舖 只是做遊客生意 第一… 它有很多考慮 第一就是… 如果我的店舖 尤其是連鎖店會有這個考慮 就是如果它… 譬如是集團式的 它會有這個考慮 如果它… 如果我… 如果我只是做遊客生意 放棄本地人生意的話 我盤生意在這個地方 它那個… 你減回去很麻煩的 因為… 因為我一旦形成了一個標記 就是我的店舖只是做遊客 你如果標了一個價錢 是一個超乎了日本人常識的價錢 其實只是遊客是可以的 因為對於遊客來說 他會發覺你比別的地方 可能會貴了而已 但是… 他又會覺得… 那個價格差對他來說 未必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譬如舉例 一碗拉麵來計算 我經常最喜歡用拉麵來做例子 譬如800日圓一碗拉麵 以及1200日圓一碗拉麵 你的敏感度不是很高而已 如果你是用港幣來計算的話 嗯… 尤其是旅行的心態 到底1200日圓和800日圓 都差一點點 都差一個價位 但是… 1200日圓都可以試一下 1200日圓都可以試一下 但是… 但是… 對於本地人來說 1200日圓就不會吃了 而且你就是… 你做生意的形式 譬如你開在那些… 有學生的地區 那你的拉麵不是高上價格的東西 除非你是… 除非你是開在旅遊點 核心旅遊點的拉麵 如果不是你說… 一般的拉麵 一般地區的拉麵 那你很多時候 是target上班族 或者是… 或者是… 學生這樣 那你就不會 那你就不會了 那你就… 那些學生或者上班族 去到一千多日圓 一千多日圓 他就不會吃了 就是… 如果你… 標定了一件事 陳守衛說深齋橋有一間二千多日圓 那那些就是target遊客的 那些就是本地人不會吃的店 而他們不想… 全… 就是他們不想去… 將這些東西… 變成了… 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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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變成了… 標榜了… 以及顯示了自己 只是做遊客生意的 這樣… 那麼… 對啦 出門有人說 譬如黑門市場那些 就是如果大阪黑門市場那些 那本地人是不會去那裡吃東西的 就是本地人知道 那麼黑門市場 就是靠一些團 靠… 靠… 或者在這些… 呃… 呃… 那些… 介紹網站那些… 那些… 那些小紅書那樣 但現在小紅書都不會介紹這些東西 小紅書都會介紹… 就是如果小紅書都會介紹 其他地方的東西 這樣… 好了… 對了… 現在黑門市場有少許… 現在有少許… 連旅客也有的 跟團那些旅客會去的 那些… 那麼他們又不想形成一種… 就是他們不想… 所有的店鋪或者連鎖店 全部都是黑門市場化 那麼他們會趕走那些… 本地客嘛 還有… 本地客… 即是本地客一定有 別的本地價格的餐廳也好 或者別的東西去競爭嘛 好了… 那麼… 於是他們就想做一件事就是 喂… 但是我如果一直… 因為我要照顧我那個本地的業務 然後那些… 那些… 那些… 就是… 你一定要照顧本地的 你一定要照顧本土 因為… 那些是長遠的核心嘛 因為你一旦變成我整件事是黑門市場化的話 我就已經趕走了 你一旦有了這個標籤 如果旅客潮退了 我再開了,我現在專門做本地人生意 他不會再來的 他已經標籤了 他已經標籤了這個店舖或者這個店舖 就是專門做旅客的 所以他就很想去做一件事 常規化地說 兩個價錢行不行? 我對本地人不想把通脹壓力轉介在日本國民身上 但我就是想把這個壓力轉介在旅客身上 而旅客又應該會不介意 因為日圓跌到這麼低 這就是日圓跌到多低 好了,這就再問大家了 如果你是旅客 你去到 你去到 你發現你是需要用另一個旅客的價錢來吃東西的 你這部電影又會不介意呢? 你這部電影又會不介意呢? 我又覺得 如果你… 即是如果你是很長期頻密的 即是如果你是代購、買手那些 這樣送去的 那你就會覺得 啊,怎麼搞的? 現在我被人針對了 但如果你說 譬如一年去… 不,如果像風風那些一年去七次、八次那些 他就會覺得很介意 但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皮革分解員說 在日本2000日圓吃拉麵不過份 那就是證明遊客不介意 其實證明是… 如果遊客去到… 因為2000日圓 計算現在的匯水 其實是在說100元吃一碗拉麵 即是香港人去到日本 100元吃一碗拉麵 即是2000日圓 100元吃一碗拉麵 他是覺得… 他是覺得合理的嘛 他是覺得… 那麼香港也是百多元一碗的 還有日本吃會好吃一點 這樣… 事實上也是的 那就好吃一點 那麼一百元一碗而已 但是你香港人就… 不,如果你日本人 當地人就會覺得很誇張的 你沒有拉麵就罵了 拉麵就罵了 拉麵是街邊的食物 拉麵是應該… 拉麵是應該… 出門有人說 但是2000日圓不代表好吃了 嗯… 但是如果在日本2000日圓 是會代表好吃的 就不可以拿同一個標準 如果你去旅行一次 你不會太介意的 就是你… 你有一天… 因為你不會吃很多餐的嘛 就是如果你去一個星期 那麼你吃的其中一餐是拉麵 你其中一餐是拉麵的話 那麼… 已經是… 特意找了 特意找了那間店 然後那間店 介紹了… 首先那件事是介紹了你覺得好吃的 你不是走過就看到了 那麼你介紹了 你就特意去了那個點 去到看到是2000日圓 你也會吃的 2000日圓… 2000日圓是… 結果是1000日圓 不…現在普遍都是1000日圓的了 現在700日圓、800日圓 是那些… 你不會去的地方才是700日圓、800日圓 即是旅客不會去的地方 尤其是這麼說 我經常都說 日本800日圓的一碗拉麵 其實那些都不是你們會去的地方 就是700日圓、800日圓 一碗拉麵是我家旁邊而已 是我家附近的 你不會來… 雖然現在有些人會來我家附近旅遊 但是… 那些… 譬如你去的旅遊點 很老實說 你去大阪、你去深齋橋 你是不會吃到800日圓的拉麵 這是我說的日常平民價格 所以你們根本就沒有… 你們應該沒什麼吃過700日圓、800日圓的拉麵 所以我覺得… 其實事實上 我覺得他們的思考是對的 我覺得如果你標價 譬如在旅遊區 旅遊區 日本人的價格是1200日圓 旅客的價格是2000日圓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的旅客是會無所謂的 只要它是有名的店舖 但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有多少這種店舖 如果現在做這樣… 如果要令到… 因為它又會有一個競爭在這裡嘛 就是… 如果… 如果你說普遍的店舖… 普遍的店舖都是這樣做的 那你不就變成… 旅客會有一個概念就是… 就是… 有一個旅客稅 就是我去到… 我代表… 我有一個旅客稅 那麼這個… 這個旅客稅呢… 是… 有很多人都說是鼻湯的 我覺得你們現在的發言 是不代表你們真實的感受 因為只要你是去日本旅行 而只要… 那個… 我覺得你們是不會介意的 就算你們現在說是介意的人 其實我覺得你們也是不會介意的 因為… 因為你只要你決定了去那個地方旅行 而你又知道那個地方是這樣收費的 你就會預算了那個錢的嘛 你就會預算了那個錢的嘛 而你預算了那個錢… 其實那個分別只是什麼呢? 就是… 那個分別就是… 如果它所有店舖都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根本就會接受的 那麼那個只不過是一個… 額外的旅客稅款而已 其實我相信… 只要… 只要如果日圓是維持在… 現在這個水平 以及日本… 是一個這樣的… 日本是現在這樣的質素 就是我們相信日本長時間 我們現在只在說日本 我們不是廣泛的… 那麼如果那個人是澳門 你就不去吧 那個人是日本 那個人是日本 那麼日本的質素 是一定會的嘛 而日圓依然都是這麼低的華 日圓跪了就已經是另一個討論了 好了,日圓只要是這麼低的 然後日本這樣的質素 我覺得你們絕對不會介意 肯定不會介意 就算你們現在說你們會介意的 其實你們根本不了解自己 我了解你多於你 你不會介意 好了,但是會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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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可能… 它沒有可能會形成到… 所有店鋪都是這樣的嘛 你一定是會有店鋪… 是有… 或者是列明的雙重價格 但是呢… 就會有些店鋪… 就會是… 我沒有雙重價格 你旅客也是這樣的錢 本地人也是這樣的錢 老實說,事實上只是旅遊區的店鋪才能做到這件事而已 你根本… 你小店怎麼會做到兩個價錢出來呢? 它做兩個價錢出來就麻煩了 譬如好像… 有些地方根本做不到兩個價錢的 它根本是現金收運機 就是那些拉麵店買飛機 它怎麼做兩部買飛機出來呢? 難道… 如果你去買飛機的話 雖然現在那些買飛機有很多退役 正一部,旅客就是這個用的 寫英文 日本人就是這個用的,寫日文 但是你寫日文 但是大家都看到價錢是不同的,對不對? 那你會走去禁止那個的嘛 那麼那個呢…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店鋪 根本就做不到 那麼如果一個店鋪根本做不到的話 就是說這個東西 雖然日本人想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 很難發生的 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你一旦做了 雖然你怎麼去做調查 做study 你都會發現其實… 是應該不介意的 是應該可以… 就是在價錢上可以做到 但是… 你在實踐上來說做不到的就是因為… 它一定會有一些店鋪是做… 它不是故意跟你唱反調 或者是故意搶你客人 它是… 它是… 根本它都做不到兩個價錢出來 它做了一個英文名料 它又不想做 它又搞不到 於是… 那你就做了那些雙重… 雙標價格的那些… 雙重價格的那些… 那它就會變成… 你會變成有兩種店鋪 整個市場很奇怪 但是拿這件事出來說呢… 其實我不是覺得它會… 真的大規模實踐到這件事 因為最後其實也實踐不到的 但是… 這個就是反映了一個問題 就是日本經營的問題 就是香港現在大家都知道 那個經濟很差 那其他… 不如先合一合 你睡一睡 休息一休息 休息一休息 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那麼香港的經濟很差 然後很多地方都… 大陸的經濟也是很差 其實就算美國、英國都有經濟很差的狀況 日本,大家就會覺得是經濟最好的… 就是這麼多旅客 還有那些出口的過程都很旺 但是它就指出了… 這個…現在有一個訴求 就指出了日本經濟最最最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通脹 沒有辦法轉嫁在消費者身上 那麼它的通脹… 就是它是有通脹 但是那個通脹呢 或者那個通脹的壓力呢 它沒有顯現成為通脹 它沒有顯現成為通脹 就是因為它在很多地方就無法加價 那個加價… 那個抗拒加價的壓力 大到不得了 尤其是那些零售和消費 它很難… 因為實在是三十多四十年的通縮 或者是無通脹的環境 它使得你主要的消費市場 就一定是日本人本身 那麼日本人本身 因為它實在對於加價這件事情 抗拒得太厲害了 你一加一點 其實已經是… 大家已經是理解的了 就是它已經是有正常的… 各樣的資訊 知道日圓跌得很厲害 知道那些外地來的材料 已經是升了很多的那些… 但是問題就是… 就算在這種情況下 他忽然間告訴他 他買了一包餅 用了米紙巾那些 哇,升了20% 接著他就覺得很誇張 怎樣做 而且薪金沒有升 薪金沒有這樣大幅升上去 那麼你也沒有可能這樣升 因為你的日圓跌幅 薪金怎麼可能這樣升幅升上去呢 他又不是真的暢旺到這樣 所以薪金又升不到 以及各樣東西都升不到的 就算是那些… 房價也不會這樣升的 就是房價有升 但是也不會按照比例這樣升 譬如說 最快反映的就是日經 就是股票 因為那些是快速的錢 於是日經就破紀錄了 但是日經那個其實反映了通脹而已 只不過是把那個幣值 那個跌了的幣值計算下來 但是甚至是地價也沒有追得那麼貼 樓價也追不到 那麼租金也追不到 人工也追不到 那麼消費價格也追不到 所以他就是… 他很牙癢癢的 提出這件事情的雙重價格 他很牙癢癢的就是 喂,我這麼多成本的壓力 我到底可以轉價在哪裡呢? 然後就在想,喂,不如轉嫁… 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如果可以轉嫁到遊客身上就好了 就好了,這樣 那麼… 那當然是想這樣 但是其實實踐起來就當然… 相當之難的 相當之難的 但是他就側面反映了… 雖然我們表面看就覺得 哇,他那裡現在很旺 暢旺得很厲害 但是實質上的經營就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就是無法加價這件事情 就已經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壓力了 那麼如何克服呢?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什麼旅客… 雙重… 即是旅客本地雙軌價格 我不覺得能夠實踐、實行 或者… 就算我覺得… 尤其是香港旅客會不介意 但是韓國旅客會很介意的嘛 我覺得香港旅客就會不介意的 外國旅客也不介意的 因為怎樣算是便宜的 韓國就會很介意的 這樣他也是會有影響的 也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我覺得他實行的機會就不太高了 但是… 不可以通過這件事情 來解決這個無法加價的狀況 那怎樣解決呢? 這樣就… 這個真的是… 日本經營的巨大困難 就是這樣了 喂! 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有些課金了 有些課金了 節目即時課金總額就388元 這樣… 有一百元就課給我的 家母無大愛已出院 凡請大亨代還神 阿談 這樣就好 開心了 有一百元就難得聽Live 試一試課金拿 這樣應該不知道 因為這個188元 請老闆代上香 謝謝拜太子 OK 好!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休息 稍後回來繼續 看完節目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